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不是現在在幫助 美國一直在幫助台灣 而且我認為兩岸開戰 美國也會幫助 那問題就是說你這個幫助 我們要實際上要知道 是什麼幫助的方式 那開戰的話 他說會保護 你知道保護 保護你有360度的解釋方式 對不對 美國的軍隊的男男女女 它可以在航空母艦 我來保護 然後航空母艦距離台灣1500公里 然後它提供很多情報 它提供衛星的資訊 然後透過他們在台灣的這些 已經進來台灣的這些 不管是這些工程師 包商或者武器的承包商 或怎麼樣 穿著便服的這些美國人 然後一起來 把情報資訊一起 一起交給蔡英文政權 然後讓他們怎麼樣 繼續能夠打一個巷戰 這是幫助啊 除非今天美國人講得很清楚 把美國的部隊送進台灣 或台灣附近的水域 戰鬥對於PLA 他如果出現這種字樣的話 那你王定宇就可以高興了 不過他原因講這些話 就是要讓台灣島內 王定宇這類的人 不要懷憂喪志 尤其在大陸這個怎麼樣 圍台軍演以後 而且公佈所謂的台獨 頑固台獨份子名單的過程中 他們能夠在不要輕舉妄動 風吹草動就先溜了 所以美國現在就要 定這些人的心 很簡單 另外一方面美國這些 不管怎麼樣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不管你是台灣政策法案 然後拜登接受訪問 然後美國的軍艦 連跟加拿大的軍艦來 我覺得他都是一套的做法 美國是一個很講究系統的國家 它的系統力量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系列的 然後呢 目的在什麼呢 你以為是威責嗎 我覺得不會是威責 而是怎麼樣 天油加財啦 天財加 天心加財 在台灣海峽裡面 製造更多的什麼 更多的衝突的可能性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對於台灣目前內部的 這些獨派來講的話 安他們的心 然後呢 甚至 撩他們的心 讓他們覺得你看 這有什麼 我們走的是對的 不必怕繼續幹 美國爸爸繼續幫我們 美國繼續幫助 所以不管是怎麼講 他這些舉動都是有他明確的 這個所謂的策略目標 這是策略 這是策略目標 就要達成這些策略目標 對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美國很可能真的 就是從俄乌戰爭這一次裡面 得到啟發以後 那麼更覺得振奮 因為這一場戰爭來講 任何一場戰爭 今天不管是歐洲 還是在亞太 這場戰爭 美國都是真的求之不得 而且美國到現在 從來沒有講他會把他的軍隊派入台灣 Fight against 我們就等他有沒有這個字 然後呢 還有區域從來不講 那將來就是另外一個烏克蘭 因為歐洲一個烏克蘭 美國賺的盆滿 波滿 亞洲再一個烏克蘭 那真的就美國 就在他的美洲島之上 高枕無憂 作收怎麼樣 暴力 所以美國其實講這些 他是一個戰略想定 他一定要訂一個時程表 然後把他整個的這個 因應措施 準備措施 他把他這些都想好 這個就是兵推 他們一直在做兵推 美國這些相關的智庫 跟他們這個國防部 還有相關的這些情報單位 現在做台灣的兵推 真的是很盛行 我聽說在華府 這個各方面的人都去參加 那也就是說 他們也認知到 這個兩岸爆發軍事衝突 是不會太久 然後呢 這個部分也是美國所期望 因為我一直講 美國是期望在台海發生一個戰爭 他們的很多衝突 他們一些輸都明講的 美國的這個作者明講的 解決現在美國的問題 還有美國沒有辦法 有效遏阻中國大陸崛起 最好的解決方案 就是調整 挑起一場兩岸的軍事衝突 大使可是兵推他們都輸 輸是輸啊 可是美國沒有要參戰 參戰是一個假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姿態而已 我們還是從 我們看事情還是就比較 比較遵循比較傳統看法 何止 何止武力國家不能開戰 覺得俄羅斯每次要採取行動之前 他一定會做這樣的警告 說你不要來動我的本土 我在外面行動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跟我 俄羅斯以外的領土 你在那邊跟我鬥爭 我還沒有話說 可是你不要動我的本土 我的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 你誰侵犯我的話 你就警告你 我有核子武器 俄羅斯並沒有像中國大陸的 核武政策 大陸上的核武 中國大陸的核武是 我不會主動第一級使用核武 我的核武是防衛性的 俄羅斯沒這套 俄羅斯是我的國家領土 受到威脅受到攻擊 我任何手段我都會用 包括核武 這個話就是警告美國 就是在警告美國 那這句話一出來 我就想說完了 就是要大動大行動 要開始又要大動干戈了 那而且他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 這個普丁上核會議完以後 他有一句很重要發言 我們應該注意就是說 他說我會儘快結束這場戰爭 儘快結束 那現在是他的收山之座了 收山之座了 他準備就造成這個 既成事實以後 就把它怎麼樣 長期化 我當時拿克里米亞 也就這麼拿的 你能怎麼樣 我現在在加松赫爾松 扎波羅勒 你又能怎麼樣 他今天就是這個態勢 而且我覺得普丁這個人 他講話你一定要仔細聽 他講話都有深遠含義的 在他發動戰爭的前一天 他講了一個多小時 只講了一句話 我認為就是說 只講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歷史 對那個時候大家還不知道說 為什麼講得那麼長淵源 他就是講歷史 可是有一句話 我認為是這個重中之重 就他認為 你烏克蘭 你今天從我們俄羅斯的大家庭 離開了 那我只有一句話 屬於你的你拿走 不屬於你的 你一寸土地都不能拿 那意思他就很清楚了 那他今天畫的這個四個地方 四個州 就是普丁認為 烏克蘭你今天分家 這幾個地方 我無權帶走 還是我 所以不惜動用重兵 然後跟西方完全決裂的情況 就出兵 那所以我是覺得最近 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已經展開了 對不對 已經他的這個精準飛彈 已經開始在打擊重要軍事目標了 沒錯 其實俄羅斯的實力 遠在烏克蘭之上 他的手段沒有用盡 他的高的精準的這種轟炸機 他的高的精準的這種導彈 基本上都還沒有出爐 然後他用的爆炸的量 他也沒有用的很大 因為他基本上 他是盡量減少平民傷亡 這個原則之下 那就是針對軍事武力 部隊這種地方來打擊的 可是並不表示他永遠不會這樣 所以在必要的時候 他一定提升 那他現在動員這個人 他特別想要部分動員 意思是有部分動員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會 主動開始打擊 那我想23號嘛對不對 這個公投開始 西方國家烏克蘭 就只有坐在那邊乾的瞪眼看 造成繼承事實 就另外兩個克里米亞在出來 你能奈他何 然後他的部隊就進來了 動員以後就進來了 在初步時期他一定要把他穩住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普丁他是 不動並不表示 他沒有計畫 他有動一定是他的計畫 在實施計畫 看普丁可能是現在的世界各國領袖 實際參與戰爭最多的 他的出今天能夠做俄羅斯 穩坐俄羅斯第一把交椅 不是選出來的 他是打出來的 他是從車程從這個幾個俄羅斯 整個蘇聯帝國瓦解的時候 那一片亂局 那一片殘垣斷瓦裡面 普丁是從這個殘垣斷瓦裡面 打出來的 他才今天得到俄羅斯人民的信任 那今天面對烏克蘭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還是會展現他那個鐵碗 跟他那個戰略戰術 跟他整個對整個一個全盤的這個戰略 跟他執行的這種方案 我覺得他會一步一步展出來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你西方你又能怎麼樣 你又能怎麼樣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西方的話 現在歐洲事實上 我跟你講不是瘸了一條腿 現在歐洲根本趴在地上 你北約去動員看看 動員不起來 德國已經不會拿任何武器了 德國還有很多反戰的聲音 對他不會拿武器出來了 其他你能依賴波蘭嗎 你能依賴立陶宛嗎 這個是要針刀針槍在戰場上幹的 我們不要被那些西方媒體在那邊 把那種宣傳跟現實搞在一起了 戰場是非常殘酷的 沒有實力就不要來攪局 你來攪局的話 來擦花的 來這邊做宣傳的 來怎麼打卡的 來怎麼刷存在感的 真正戰場上這些東西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現在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收官之作 那就看西方 西方線沒有 就是美國你要怎麼回應 基本上當然你今天政策上 你要協助哪一個國家 那這種政策不太可能長期的 因為你不可能用這種補貼的方式 那讓你自己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失 而且俄羅斯也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俄羅斯也沒開口 今天要你買他這個幫他買那個 可是國際上就是說 可以救窮啊 救急不太能救窮 那我是覺得中國大陸的 相關的國營企業 在負責這種大宗物資的買賣 基本上他還是要受 這個國際市場的規律來導引 追尋自己最高的利益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 當俄羅斯調升他自己的油價 他有他的考量 所以可能他今年 他認為他的財政收支 各方面都不錯啊 因為俄羅斯的通膨 好像18%降到14%了嘛 另外一方面他的整個的經濟狀況 是往好的方向走啊 那麼在剛開始戰爭期間 那一段不確定的時間 看起來好像是已經過去了 俄羅斯某種程度上 那你也可以跟他說站穩腳了 那我是覺得這個都有各自的盤算啦 不過俄羅斯基本上石油 這一種物資 基本上你如果在國際市場 他用減產的方式來講的話 那必定造成你的價格的波動 那俄羅斯可能可以承受得住 這一個短期的或者一段時間的 這個他的石油的收入的減少 可是如果造成石油的波動的 價錢的比較大幅的波動的話 那個影響是全世界的 而且某一些現在已經經濟狀況出現 高通膨 然後整個這個原料供應不足的國家 那很對不起 這些國家都會出問題 那德國就是一個例子 德國這個BASF事實上 現在在找別的出路 前一陣子我看一個 印度的一個電視台 專門報導BASF 它現在面臨很大的問題 就變成 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工產業 化工產業原料就是石油 你沒有錯啊 你可以不用俄羅斯 現在都可以 可是問題你去採取其他來源的時候 你的價格比較高 對 你的價格比較高 所以從全世界我們今天 我甚至看到一些學者的講法 就是說當全世界經濟紀錄衰退的時候 其實中國大陸不見得受影響 為什麼 因為這些製造業大國 像德國啊 甚至歐洲的一些製造業 他們事實上 他們的產業會進入減產 或者成本過高 失去了那個市場的競爭力的時候 那他控出來那個市場份額 誰能夠去填 對不對 如果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可能也不見得是 你世界經濟衰退的 尤其歐洲主導一個世界經濟衰退 所造成的一種全面性的一個衰退的 一個受害者 那反而你這邊的經濟起來 可能有別的地方經濟會升起來 這個本來就是世界是一盤棋嘛 所以歐洲現在真的是 我是覺得跟著美國這個吊著亂跑 然後給俄羅斯能源訂一個44塊5一桶 是啊 你不是開玩笑嗎 你這樣做的話 你拿石頭 最後沒有打到俄羅斯 是打到你自己的腳 那俄羅 歐洲現在今年面臨的問題 很嚴峻 可是以現在他們的做法 甚至明年後年也沒有辦法擺脫 現在這個 這個他們自己的錯誤政策 所導致的整個經濟基礎的 一些基礎性的一種問題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訂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